阿珍挖开卫生间的地板,从下面储物间爬了上来,昨天丈夫禽兽把他锁在了下面储物间,出来后,他先下楼查看猥琐,上集说了猥琐想猥亵他的女儿,阿珍上前踢了踢猥琐,看猥琐没有任何动静,他以为猥琐冻死过去了,就大胆地在猥琐身上摸了起来,最后在口袋里找到了一把车钥匙,可惜他没有补刀,猥琐很快就会醒来。 拿到钥匙后,阿珍上楼找女儿,女儿搂着弟弟还在睡觉,看妈妈从房间里逃出来了,女儿小雪开心地扑到了妈妈怀里。 昨晚阿珍被锁的期间,小雪把弟弟狗生照顾得很好,阿珍带着两个孩子想逃跑,到门口才发现,猥琐居然是骑摩托来的,现在外面下着瓢泼大雨。 他带着两个孩子不可能骑摩托,阿珍自己的车钥匙在包里放着,包还被丈夫给拿走了,孩子早就饿了,需要吃东西。 他让孩子在屋里等他,他出去拿食物,食物都在车里放着,没办法阿珍用砖头砸碎了车窗,大雨瞬间打湿了装食物的纸袋,纸袋烂掉食物撒了一地。 阿珍蹲下捡食物的时候,屋里猥琐醒了过来,阿珍眼睛余光扫到窗边有人,转头模糊地看见是猥琐。 他放下食物赶紧往屋里跑,地上猥琐果然不见了,同时,楼上传来孩子的哭声,阿珍听到后赶紧往楼上跑。 猥琐拿着刀,已经抓住了两个孩子,孩子的哭声让他有些发狂,歇斯底里的他,眼看就要失控。 阿珍为了救孩子,赶紧说,楼下储物间有他喜欢的白粉,还有一大笔现金,他全部可以拿走。 正说着,禽兽居然回来了,看猥琐抓着他的孩子,他拿枪逼猥琐放手。 猥琐这才害怕地放了手,阿珍赶紧上去抱走了孩子。 他领着孩子往楼下走,留下猥琐和禽兽对质。 禽兽干掉猥琐后,又拦住了阿珍。 阿珍赶紧说想带孩子去医院。 禽兽追问他说的一大笔钱是怎么回事。 原来他听到了刚才阿珍对猥琐说的话,阿珍没办法说了,储物间有钱。 禽兽马上撬开了门上的木板。 他昨天就是把阿珍订在这间房里的,房间地面上撒着很多百元大钞。 禽兽激动坏了,这能买多少白粉啊。 他要阿珍陪他一起,稀一点。 阿珍不敢拒绝,不过孩子饿了。 他提出鲜味孩子,食物都撒在了房子外面。 禽兽让阿珍待在屋里不许动,他自己出去捡食物。 趁禽兽出去的工货,阿珍开始搅拌苹果酱。 能不能吃点吗? 不,宝贝,是为父亲的。 孩子当然不能吃了。 因为阿珍加了白粉,禽兽回来开始准备工具。 阿珍把他拿来的面包抹上果酱,端过来让禽兽吃。 禽兽本来不想吃,阿珍劝禽兽先吃点东西,不然吸了以后很难受。 他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关心禽兽。 禽兽被说动,拿起面包吃了起来,阿珍给孩子也切了面包。 大家放心,小雪吃的面包没有加任何东西。 吃完面包,禽兽开始捣腾稀粉的东西。 阿珍建议他换一个地方,毕竟当着孩子的面不好。 禽兽来到二楼,把东西打进了胳膊,然后让阿珍也跟着打。 阿珍试着问了句能不能不打。 禽兽直接掏出了手枪,逼阿珍马上往胳膊上打。 阿珍慢吞吞地拿起皮带,说自己手受伤了,不好砸皮带。 就算被枪指着阿珍,也拒绝打药。 发狂的禽兽抓住阿珍,想把药打进他的身体。 就在这时候,白粉终于开始起笑。 禽兽的身体失去了控制。 禽兽不知道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。 阿珍如实告诉他果酱里加了白粉。 现在禽兽是毒品过量的反应。 禽兽摔到下面的台阶上,当场死亡。 阿珍属于正当防卫不受处罚。 他和两个孩子留在了农场,幸福地生活着,再也没人伤害他们。 很多女性受到家暴后,往往默默忍受不敢反抗。 片中阿珍刚开始也这样,但所有的人渣都一样。 他们不可能改过自新,反而会变本加厉地伤害身边的爱人。 只有像阿珍这样勇敢地反击,才能保护自己,保护无辜的孩子。 本片还提醒我们,反击要彻底,记得补刀。